演员内在涵养比外在美更具吸引力 在今天的上海电影节上 盛装打扮的你 关晓彤 樱桃等女明星 纷纷被张艺温暖的举动笔下去了 今天 各大电影主创悉数到达上海电影节 女明星们对红地毯严真一代 樱桃是一条黑色的裙子 神秘而性感 曾离一身常开叉酒红色长裙 成熟女性动人的气质 关晓彤把头发盘起来 虽然年轻 但消化了黑色的厚重感 很有女人味 妮妮更是眼前一亮 穿上香槟酒色的连体裙 气质与性感兼具 冷艳高贵 本来是女明星的主战场 却在张艺的一个行动中成为了配角 张艺和张艺谋一起带着狙击手剧组的年轻演员 走在红地毯上 年轻人没有经验 在红地毯上很紧张 那时 本应该和张艺谋一起站在C位的张艺 不仅亲自退到了最边缘 还接受了主持人的工作 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把麦克风递给了年轻演员 在她的帮助下 年轻人整洁地喊着口号 第一次在如此多媒体记者面前展现自己 转到下一个拍摄区的时候 她也留到了最后 让年轻演员们先去 我觉得这特别像照顾全家人的家长 既能帮张艺谋导演分忧 又能让这些年轻人平稳下来 在拍照过程中 张艺依然站在最边缘 不断地提醒年轻演员所处的位置 给新人充分的场景 在意别人胜过在意自己 在一般的红地毯上 很多明星都在争夺C位 但张艺主动让出C位 将注意力集中在同行身上 这样温暖的举动 不仅来自演员的风格和秀养 也来自她骨子里的自信 谦虚和爱 这样的内在美战胜了现场所有的华福 深深地抓住了观众的心 感谢大家 让我们看出录剧的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